洗腺室里几乎满床 60多岁的张女士已经洗腺好多年 这很不习惯 这么久了还是有一点不习惯 因为长期吃来路不明的中药草 最后腺都坏掉了 医生表示 台湾许多民众爱自己买成药来吃 是导致洗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肾脏功能和年龄息息相关 年纪40岁以后 肾脏功能会下降 三高疾病的患者要更留意 血糖血压没有好好控制的话 可能会再进一步对我们的肾脏 尤其肾脂球的部分 造成一部分的损伤 造成我们肾源慢慢的流失 然后肾脏功能就会慢慢的下降 所以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肾脏 饮食习惯要改变 蛋白质类的东西 肉类这些东西 可能要摄取量要逐渐的下降 然后就尽量要低延 肾脏病有许多状况 像尿液中有泡沫 下肢压下去会水肿 高血压 贫血症状 会疲倦无力 泡水高贫倦 出现这五种症状 就要特别留意 是不是肾脏出了问题 大爱新闻 将军蔡宇凯 台中报道